点选想吃的餐点 按下刷脸支付按钮 只要对着镜头微笑 就能支付成功 热腾腾的炸鸡薯条 就上桌了 这是刷脸支付 第一次在线下应用的商业试点 那么把人脸识别 从线上移到线下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 戴假发 化农妆 甚至是男扮女妆 不论你怎么卫妆 人脸辨识系统都能 一秒就识别出来 这可是全球第一家 人脸辨识系统线下实体店 杭州素食店抢先式营运 一推出立刻引爆话题 我们希望未来有一天 用户出门不用带手机 也不用带钱包 刷脸就可以吃饭 颠覆传统的支付方式 让消费者蜂拥而至 抢着长鲜 另外北京也针对外地游客 推出手机购票APP 让民众再也不用 为了买张地铁票 排队排到天荒地老 我觉得挺方便的 去刷卡非常非常快 好 我就几秒吧 就刷完了 比那个人工购票 稍快很多 二维码一扫之类就到手了 同时9月20号开始 北京地铁机场线 也推出手机扫码 就能进站的服务 官方更喊出2018第一季 北京所有地铁站 全都能用手机扫码搭乘 让民众感受到 一机在手万事办妥的便利心 记者综合不到